纽西兰基督城发生血腥枪击案 夺走50条人命 另有多人受伤 总理阿德恩 星期一签署 罹难者悼念册纪念亡魂 同时表明决心修改枪之法 避免悲剧重演 警官惨剧历历在目 但是日子还是要过 当地百姓受使心情 重返工作岗位 还有学生更献上了原住民战虎 哈卡虎向罹难者质疑 纽西兰基督城中部的两座 清真寺 上个星期五穆斯林祈祷时间 遭到枪手袭击 那样成至少50人死于枪口下 另外有50人受轻重伤 总理阿德恩星期天 亲自到清真寺献花 表达哀思之后 星期一在总督雷迪的陪同下 签署悼念册 写上我们是一家人 你们永远是我们的一份子 28岁的澳洲籍枪手塔兰特 利用两把自动步枪 两把线弹枪 以及一把干动式步枪 重型枪械大开杀戒 不禁让人质疑 纽西兰的枪管法和持枪执照 是否应该加以改革 阿德恩战本立场 誓言严管强支 经历了血清周末 上班族星期一重返工作岗位 虽然警方已经加长城内戒备 但是民众的心理却早已蒙上一层 难以摆脱的阴影 另外一方面 基督城高中的学生 星期一则聚集在一起 默哀一分钟并送上鲜花 随后再通过表演哈卡舞 向罹难者致意 NDP7 最后报道